看一下我们这边地形 左右都比我们低 这里 这个是平的 平的 北方在这边 这边的树都还蛮好的 因为它不是什么贵重林 也不会有人这么恶名造重的 会来这边砍树 慈禧大学登山社的同学 包括社长张瑞欣干部王芷林 两人利用假日攀登 花莲的绿水登山步道 除了爬山 他们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留意是否有山老鼠出没 一旦发现就要尽快回报给林务局 因为本来我们就都是爱山的人 然后都是爬山的人 所以能够签订这样的计划 然后帮助山林一件事情 其实对于登山社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为了恶阻倒法事件 林务局费尽力气 除了修法严刑重罚 利用科学的方法增加证据力 也把脑筋动到了常常去爬山的山友们 学校的登山社社区部落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守护山民 那目前跟我们合作的团体有八个 就是登山社的部分 那在部落的部分 就是山民周遭的部落的话 跟我们合作的社区也有29个 那这个计划内容就是会请我们出队 之后在如果是出花莲这边 这部分山区的队伍的话 就是可以也是做一个记录 之后我们就会记录GPS 之后拍摄 以及如果有被盗罚的话 我们就会拍摄起来做记录 此大登山社参加的保护山林计划 曾经在2017年攀登新港山时 发现一处被山老鼠盗罚的林地 结束登山活动下山后 同学们就立刻向林务局通报 我们刺激大学跟林务局所合作计划的成果册 它叫做胜利保护工作计划的成果册 二叶这边就是当时候就是去新港山 之后他们有发现就是新港山 它那边就是有很多倒彩 很严重的倒彩就是扭张树的碑格 登山社的同学们不可能天天爬山 林务局最仰赖的另一座靠山 就是邻近国有林地的社区在地居民 组成区域联防 一旦发现可疑人车 立刻通报 去年在台东 它那个资本工作站 它那边有一个巡守队 就是专门负责山区的巡守人 就是有一次他们有通报 好像有三老鼠上去砍伐 那我们那一天就马上派人上去 那现场也都 刚好那些木头都被我们拦惑了 人也被当场逮捕 今年初台湾的森林保育界 引起一场大骚动 原因是台东领馆处公布了一处 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原始快幕林 影片曝光后外界议论纷纷 早已是天价的台湾原始快幕 向来是山老鼠锁定的主要目标 地点曝光岂不是此地 无一三百两风险大增 那公布之后呢 当然会有很多觉得说 你这样无非是告诉山老鼠 你哪里可以砍伐 其实那个点 大家其实就是一般 我们训练有数的巡山员 他们要走也要十天以上了 更何况是一般的山老鼠 事实上林物局早在2017年 曾经公布一份台湾倒伐热点地图 明确指出山老鼠 最常出没的地点 分析起来交通条件是关键 而这也跟台湾早年的 伐木历史有关 道伐热点我们一般看起来的话 是在集中在新竹南投 跟嘉业这几个区块上面 它其实是跟早期伐木 是有关系的 那这些点的特色呢 就是大概都是交通可及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早期伐木的集中地 这样子 那譬如说阿里山 它就是一个道伐的热点 那新竹还有 你说新竹跟南投吗 新竹的话它就在坚石 那南投的话 它就是山林溪的那个区块上 这根是什么木头 它为什么会在这边 有保护的话 当然这些山老鼠也大概就是了解说 其实这些意识 就是保护上的意识已经抬头了 对 所以它们也会比较少去砍伐 这些贵重领木 国际早点南美洲